小燕 老公的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他家里面非常有钱 妈妈特别反对 我们两个瞒着家里的人 就偷偷的拿了结婚证 我跟他说 我说一定不要 你再找家里面要钱了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尊严 我们自己赚了钱 自己买了房 然后才告诉家里的人 就能够支起腰来告诉大家 对 就能够正大光明的说 我可以告诉我婆婆说 妈 我们自己买了房子 我不是贪图你们家钱 能买了吗 还没有 那你今天到这来 然后前一个月 我往我们的卡上面 存钱的时候 我发现 我们两个这一年多 存的27万 全部都没有了 上面卡 上面一分钱都没有了 然后我当时就问我老公 我说钱呢 钱去哪了 他说借给朋友了 他就是不告诉我借给谁了 是我后来去查了 查了那个卡上面 是什么时候取走的 他分了两次 一次取了13万 一次取了14万 这是在准备的长沙买房吗 就在我们湖南长沙 也就是说你们本来已经满怀希望了 就能买了 是吧 对 那这有点过分了 这都在计划当中的事 突然之间就说拿走就拿走了 我想问一下 你老公除了拿这个钱之外 还有别的不正常吗 这段时间老公的行踪非常诡异 他有时候夜不归宿 我给他打电话 他就吼吼吼吼吼吼 小小声声的跟我说 在他妈妈那边 我又不敢到他妈妈那边去确认这个事情 而且最主要就是 我朋友有看到 他妈妈还有他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一个年轻的在一起吃饭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不是又去相亲了 你现在已经结婚了 但他什么都不跟我说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 我想告诉大家 我已经结婚了 想告诉我婆婆 我已经结婚了 想让我婆婆接受我 你直接跟婆婆说就可以了 我不敢 我今天就是想借助这个舞台 给自己一些勇气 会不会是你婆婆 发现了你们俩隐婚的状态 把这钱命令她的儿子 全部取走 断你的绝路 哦 我觉得 决老师 你把这两件事 硬性的联系在了一起 你知道吗 我们发现的就是27万没了 我们再揣测呀 我觉得这个女孩的猜测 绝对没错 一定是她妈妈 在给她安排新的相亲 他们家要找一个豪门 跟我们当户队 两大集团强强联手 那么未来我们将登上 一个新的生意的巅峰 我们生下的小孩子 是一个新的大型集团公司 托拉斯的继承人 这个是他们想要的好吗 我就觉得她就把这个钱 拿去吃喝玩乐去了 因为她改不了她这个豪门子弟的 这种玩的这种心态 那我倒是觉得这个男孩 其实可能另有隐情 他没准拿着你这27万 去给你俩去买房子去了 偷偷把这房子装修好之后 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怎么可能 我希望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你是童话看多了 小朋友 姑娘 我觉得你的一切就要结束了 你老公压根就不想跟你 进行这个婚姻生活下去了 所以他不允许去买这个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一买就意味着 你要向他的父母 来公开你们俩结婚的这件事情 他就不是隐婚了 不可能 因为他知道这27万 对于女孩来说是全部的所有 当中不光是钱 不光是财产 而且还是情感 这是我的尊严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 也许是有第三个女人的出现的 他把这个钱拿走给了第三个女人 你有考虑过这种事情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为零 如果我外头有女人了 我用咱俩的存款干嘛呀 我们家那么多钱呢 所以放心吧 别听他们的啊 你老公没事 在这个27万上 纠结的时候 其实别忘了 这个男孩子过去也很多的问题 他不敢跟他妈妈去讲 就像你的婚姻一样 不敢跟妈妈去讲 所以你不要相信 说这个27万 他一定不会拿 27万他一定有他的用处 关键是 他后面的压力 比这27万还要大 对 我就是想要一个答案 由于刘静的母亲 强力反对 秀燕和刘静选择隐婚 可是两年来 辛苦存下的27万 却被丈夫刘静悄悄取走 而秀燕无意中得知 刘静的母亲 一直安排她和别的女子相亲 这对隐婚两年的夫妻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刘静和她的母亲 会来到现场 接受秀燕的告白吗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来问你几个问题 你觉得你老公和他妈妈会来吗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都会来 如果你老公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如果他真的有了别的女人 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说法 他是不是真的爱上其他女人了 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自己 怎么保护 要回27万 各种赔偿损失 其实是精神上面的 精神上的赔偿和损失 对于他出轨的代价 是吗 对 是的 如果你的丈夫确实没什么 是为母亲所迫 所以呢 这段时间也不归宿 你能原谅她 我能原谅她 而且我也希望我婆婆给我机会 那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来开启告白之门 五四三二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来干什么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我来干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要好好说说她 你为什么要说我呢 是你做的不对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加仇不合马亚 而且你让我很伤心 我没想到在你的眼里我是那种人 这27万都没了 而且我问你你又不说 对不对 你又不告诉我 我跟你说过了 钱的事情我来管理 我来投资 我来负责 你不用操心了 但是你告诉我 我们本来年底要买房子的 对不对 我跟你说过 我来管信我就行了 那我但是 之前是不是一定要说的 但是你要告诉我呀 对不对 你要告诉我 这钱去了哪里 比方说你去投资了 你投给谁了 你去投资干嘛了 你懂吗 这些你懂吗 我不懂的话 你要告诉我 你要明着告诉我 要跟我说 我辛辛苦苦我存了这么久 投资 不是你今天投明天就能还 你又没有理财观念 那如果不还了呢 所以说我就是你交给我 房子我来买 结婚信我跟我妈说 那你没有跟我说 你要跟我好好删呢 你好凶哦 来来来站好站好 你所有的话让我感受到一点 好像你们的婚姻只有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财产的动向 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商量 虽然他不懂 你至少要通知他一下 因为毕竟这27万当中 大部分的存款是他在努力 而且这27万对于他来说 是挺直腰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 你应该可以理解 现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27万大致是做了什么投资 我朋友是开发商 开发商才有内部的房源 然后我们先用朋友的名义 去买这个房源 然后转手 这炒房是南天炒房 但是这个还比较来千块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跟他说一下呢 我跟他提了投资 但是我说是 这个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说太详细 27万拿去投资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买房 我是想买一个大房 这样的回答你还满意吗 我 比较难接受的是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 就像他刚刚过来 大家也看到了 那么凶 对吧 他觉得好像我们 把我们的家设暴露在 就是现场观众面前 但是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能清清白白的 投资你觉得吗 他开始跟我说就好了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惊喜需要时间好不好 好不是说今天准备 明天真的有惊喜 你买房这么容易吗 那你开始跟我好好说 你跟我三两 你一夜之间把这个钱取没了 那我怎么想 我觉得很不尊敬 我真的不知道那笔钱对你那么重要 也很不尊重 我只是在充分利用资金而已 而且刚刚你也没有听到 嘉宾们都在那你说 说你有其他女人啊 而且刚刚 所以我就说你 刚刚三 我就说你不知所谓 你说那些话我都不明白 我好好一个怎么变成那个样子 我觉得你真是不知所谓 你好好想一下 你到底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那人家看到 我家现在被你说成什么样子了 人家看到你跟你妈 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们三个人一起吃饭 是怎么回事呢 我跟你说过 我妈 你当时说过你不会再去见相亲对象的 我没有说过不给你这些相亲对象 但是我绝对没有到边乱搞 这我跟你说过 这个怎么个事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印象 但是有可能说是我妈介绍的相亲对象 然后我去吃个饭应酬一下 有可能 但是说实话 这个是有这么没往心里去 就这已有一老婆了 还天天为了听母亲的话去相亲 你不觉得烦吗 这个是我该受的烦 该受的烦 你不期望这种烦早点结束 这个事情我正在努力中 说实话 姑娘我真的没有看出来 她对你有多么情深似海 我觉得小伙子一上来 就对这个姑娘 可以说是咆哮 然后始终是这样的一个姿势 非常的抗拒 我完全没有感到 她对你的呵护 和给你的这种尊重 作为你的妻子来说的话 其实她希望的是什么 就是她能知道她的丈夫 哪怕你不给她 你告诉她她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她要的仅仅就是这一些 她希望你可以尊重她 甚至她希望 她可以帮你分担一点 难道你们要一直 这样隐婚下去吗 不要公布的那一天吗 我们是有一个计划的 因为我们 我们实际上差不多明年的话呢 我们就能差不多 如果顺利的话 买到房子 向我们公开 用一套房子 来证明你们真正的相爱 这本来就是个 很玩笑的东西 真正的真爱 用什么可以证明 只能用真实的守候 生活当中真正的温暖 才可以证明 你买到大房子 就能证明你们俩是真爱了 就是不贪图你们家钱了 可笑嘛 对不对 那你爸妈也会说 你买到这么的房子 跟我们家这么有钱相比的 还是差很大嘛 对不对 真爱是不可以用物质来证明的 但就像你们说的 有时候你们有物质基础的话 会给人很多怀疑 对 我觉得是要有物质基础 但是用物质基础来证明真爱 这本来很可笑 如果你的房子买了之后 你公开你妈妈还反对 怎么办 跟我老婆在一起 如果你的房子买了之后 就能够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友 希望儿子能够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友 那么 在得知儿子刘静和秀燕早已领了结婚证 刘女士会作何反应 她今天会来到现场接受引婚儿媳秀燕的告白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其实疼自己女人真正的方式 是让她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才叫真疼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你跟你婆婆的关系怎么处理 因为你婆婆明明知道 你已经跟她的儿子同居在一起 她还要带她的儿子去相亲 她无视你的尊严和幸福 我担心的是你如何跟你的婆婆之间处理这个问题 我就想让婆婆承认 接受我这个儿媳妇 其实今天要是三个人来到现场的话 这个结果我认为不太看好 但是来了至少能说清楚 不憋着也挺好 你说呢 至少可以把这事已经说开了 对不对 就好好说吧 你们俩谁站到开启告白之门呢 你见旁边 我去吧 一起去吧 你说你过去也不跟你老婆商量 我去吧 问你们俩几个问题 如果阿姨来了 却仍然反对你们在一起 请问怎么办 我希望婆婆能够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证明我自己 她说了她反对吗 你呢 我跟她结婚那个时候起 我就决定是跟她在一起 只是说我是希望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向我母亲证明 我们可以在一起 就是说你母亲如果反对 你还坚持在一起 我跟她结婚的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决定在一起了 好 如果你母亲不来 不来的话呢 我还是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 那没法按照你原来的计划了 就节目一播传知道 她不一定看这个节目 我会让她看这个节目 那我只能说听天由命 把电视信号传递到千 传递到千家万户 是我们的责任 让我再问一点 如果妈妈来了 说行吧 你们两个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也无法去阻拦你们的幸福 但是从此我们断绝往来 不要来 实际上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是做这个准备的 但是我是尽量 因为说实话 我母亲是单亲家庭 我肯定要陪她的 但是呢 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她的祝福 但是 我只能说做我们最好的 其他的我们掌控不了 那你意思是说 如果母亲说 你们要在一起 就跟我一刀两断 你是愿意一刀两断 还是愿意 不可能一刀两断 不可能一刀两断 是 只是说实话 我妈会生我很久的气 然后我不希望她气得伤身 其实内心她已经知道 妈妈会宽恕我 妈妈不会一刀两断 为什么不把 早把这种结果攻出于天下 因为我 我希望小燕有机会证明她自己 我最后再问你一个好蠢的问题 希望你能真诚地回答我 你妈妈要跟她掉进水里 你救谁 我已经教会她又用了 我们一起去救我妈 我们之前就回答过 这个回答没有心意 这个回答没有心意 但我相信 你会救谁 你会救你心里的那个人 你知道你心里的那个人是谁 因为总有一个人 会无限度地宽恕我 好吧 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按键 掌声欢迎 哎呀妈妈好漂亮啊 你好 来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好 我是这个刘金的妈妈 因为呢 我今天上次确实是非常失忧 但是呢 是两两 大概两三年前 刘金打了个电话告诉我 他跟这个小爷两个呢 是里面结婚症了 而且是一年多前 当时我确实非常 真的是 用一句 就是比较熟的话说呢 人都差不多要气疯了 非常非常非常真是非常痛心的感觉 而且呢 觉得对这个儿子非常失望 真是 想想就是寒心如苦 把他拉扯这么大 进行了三十年 真是 就是培养教育 希望他有一个比较顺利的人生 那么这两天呢 他还是说了 他既然已经领了证了 想让我到这个地方来呢 听他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两天呢 说实话 真的人气了 可能是气疾功心啊 我上次立马就哑了 那对不起 有过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阿姨啊 这个女生哪不好 你这么反对 也不是说哪不好 我认为的啊 还是就是说 这个 当时比较通俗的说法呢 是叫做 门不当户不对 他们已经有了 适时婚姻了 但你还带着你的儿子 去并别的女生相亲 虽然我可以理解 你内心的想法 想让希望儿子 找到更大的幸福 按自己的想法来 但是他的尊严在哪里 因为他毕竟 也是别人的子女 他说过这个 那个小燕的情况之后呢 我觉得 我是认为 他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 因为我觉得就是 从他们的这个家庭的这个 身上环境 教养和他们所收的教育程度 不太一致 那么不太一致 收的教育程度哪不一致了 而且从教养上 教养上也没什么区别 没感觉有多大区别 这女生还挺彬彬有礼的呀 有礼有节的呀 我们刚才看到 没有 没有 以我妈的观点的话呢 她实际上把我安排的 都是她以前机关大院 那些朋友的小孩呀 或者说是 同学呀 如果她同学呢 她所谓 就是基本上 书相门地吧 她不是说 这一块长大的 自根子底 但她希望就是 她认识的那一帮朋友的小孩 比较真实 比较自根子底 这个呢 我认为跟我们就是说 生长的这个环境的那个 我们的认同的这种价值观 和观念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么我现在认为呢 他们两个争吵的原因 可能也在这个上面 有些就是这个 他们今天就争吵了 上面的落差 对 那您今天知道 您今天来是接受告白的吗 我们这种就是 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家庭 对于个人的家庭私事呢 不愿意拉到大庭广东 广州下面的曝光 这个我可以理解 来找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呢 那今天既然到这来 你愿不愿意听他们俩说一说 你愿不愿意听听他们俩说说 愿不愿意听听他们俩说一说 我可以听他们说一说 可以听他们说一说 对对 行行行来 请站到这 你请站到这 你请站到这 接下来是 刘静和谭秀燕的告白时间 妈 可能现在 你还不能完全接受我 但是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妈 妈 对不起 我跟刘静拿结婚证的时候 没有经过家里人的同意 我们就三十做主了 像这件事情 对我的这个伤害如此之大 你知道 是这样一个母亲的尊严 完全抛弃在地上 而且就是对母亲 极度的不敬不准不孝 可以是三点都可以受伤 至于说我只能评评我自己的儿子 对吧 我对你比较了解 其实你从小还是一个很善良 就是心底很好 很正直的一个孩子 那么为什么现在就是说可能也是受社会上很多这个不良因素的影响 有些东西就是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是非常痛心 有时候可以说是非常失望的 那么我觉得对付我就是用你们认为可能你们认为只是我们是我们两代人之间有观念上的冲突 但是观念上的冲突都是在一个大道理下可以调节可以达到共识的 但是你们两个没有这样做 你们二十用这种非常的手段 实际上是把我逼入一个更加尴尬 更加就是说对你们这种行为就是很就很泛滥的一个地步 我知道从小你把牛津养大也特别不容易也特别辛苦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你也特别痛心 我只想跟您说的是我们两个会用我们两个以后的日子报答您 我们一定会好好孝顺您希望您给我们一次机会 妈我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方式上有点不太妥当让您生气了 但是我希望你相信我的选择小燕真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她很像你她很独立也很坚强 最主要是她真的很听我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好女孩子 我相信她会对你好的 我希望你给她这个机会相信我的选择 我觉得今天反正已经到这来了 那么你们两个也就是告诉我你们拿了针 这个在法律上是受保护的 我觉得既然事情到了这一步 那你们自己我只是最多是送上你们的祝福 对你们这种做法我是表示极度的反感 可以这样说 而且说不可能就是说马上去认同这种关系 因为我对你们确实 怎么说呢 这种处理方式极度极度的厌恶 也只能呢 就是说希望你们好之为之 假以时日呢 你们能用你们的行动 来说明 你们所能做到的 好吧 婚姻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经营 希望你们能坚持你们的选择 在现场 刘女士最终接手了儿子刘静和秀燕 已结婚的事实 但她表示 仍然会再观察他们二人今后的表现 我们希望刘静和秀燕 在以后的生活中 能够互相理解包容 勇敢地面对爱的羁绊 用真心和实际行动 来得到母亲的认可 这个 这番发言 是有理有结啊 这阿姨早这么说多好呀 这两小子不会隐婚这么长时间 你站那 他们两个早就没有跟我说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频繁地看到这样的问题 越反对越在意 越不反对 两人的问题越凸显出来 这抱得紧 没有用 是吧 这个太亲密也没有用 生活确确实实是靠一步一步的证实 一步一步的考验才得来的 好吧 你们三个人牵着手走吧 或者是说 掺着母亲走吧 不用 我还能走 你走那么快 好 走慢一点 来 跟上 我觉得这个家庭 无论是做事 说话 都太注重技巧 少那么一些情感和真诚 如果一家人能够其乐融融地在一块